就開始裂開這一帶 完全是掏空 房屋下方空蕩蕩 這間民宅地基被掏空了 整個搖搖欲墜 你把手機往下 上翻過去 它整個地方空在那個裡面 屋主嚇壞了 擔心自己的房子 可能隨時都會倒下來 像是議員林彥柱陳情 相關單位到場 定級灌漿 可能那個自來水管壞掉 然後就掏空他們那一間 然後帶動我們這一間 也通通拉下去 很恐怖好不好 超恐怖的 對面那個大洞 那個路裡面都是空的 事件發生在台南永康 林柴頭港溪的梁戶民宅 地板出現長長的裂縫 而且房屋已經傾斜 在地板放個瓶子 還會快速往前滾 相關單位到場 初步研判 可能是自來水管線破裂 水不斷沖刷 造成掏空地基 我一看我嚇到了 因為它整個水 我是沒有辦法下去 因為那整個都掏空的一個 很大洞很嚴重 污水啊 那個污泥啊 就直接流到柴頭港溪這一面來 連柴頭港溪 就是我們的路面都刮過去了 我們來的時候 坑洞已經產生啊 是有發現自來水的一個 40mm的一個用戶管的部分 他們也有緊急聯絡自來水公司 他們也來做處理 十日下午四五點 就展開緊急灌漿作業 一直持續到深夜 大概十點多 初步防止地基繼續下線 算是暫時解除目前危機 只不過詳細原因 還是要再仔細釐清 明日新聞林俊銘 莊舒婷 台南報導